娜娜小两口却折嘴坐在对面,尤其是帅哥马上就要下雨的样子,一问才知道,娜娜怀孕十三周了,前几天因为合作发伤,老公又出差不在家,就一个人跑到去输液,用了三天,爱奇梅素,这小伙子回来一定不乐意了,坚定的认为人生期不能用抗生素,拉着娜娜就来咨询了。 别急别急,爱奇梅素对于孕妇而言,属于妇产科用药毙了药,是比较安全的,动物生殖研究表明爱奇梅素可穿过胎胖,但对胎儿无所害迹象,爱奇梅素是以愉化浓性炼球菌引起的急性肩炎,急性变陶体炎,敏感细菌引起的鼻痘炎,中药炎,急性支气管炎,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,肺炎炼球菌,流感式血感菌, 以及肺炎之原体所致的肺炎,杀炎一原体及非多种耐药引力耐色菌所致的尿道炎和宫颈炎,敏感细菌引起的皮肤软组织感染。 动物实验显示该品对胎儿无影响,但在人类孕妇中应用上缺乏经验, 所以在孕妇中应用需充分权衡利弊,尚无资料显示该品是否可分泌至母乳中, 互补乳妻妇女应用需谨慎考虑,建议致针对病情,按照组织的一种用药, 目前尚无爱奇梅素在母乳中分泌,提用于人身和哺乳人群的不安身或胎儿致肌的资料, 阿奇梅素片主要成分为阿奇梅素,为大环内质类抗生素,动物生殖毒性研究表明阿奇梅素穿过胎盘, 但对胎儿并无总害迹象,至今为止还没有期待母乳中的分泌资料, 因此孕妇服用阿奇梅素片一般情况下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,但最好避免, 故可以在妊娠和哺乳妻妇女无事当选择于地时使用短品, 不同时间用药产生的后果不同,在卵子受精后一周内用药, 受精卵尚未种植在子宫内膜,一般不受药物影响, 如受精一到二周内用药,受精卵以种植于子宫膜, 但组织尚未分化,药物产生的影响逐流产案,并不引起致肌, 不在孕前或孕造早期服用了一些药物,对胎儿不会有太大的影响, 不必过分担心,也不必因此做人工流产, 受精后三到八周平静五到十周是胚胎个器官分化形状时期, 及艺术药物等外界因素影响而导致胎儿畸形, 属至极高度敏感期,在此时期不必用药时坚决不用, 包括一般保健品,滋补药,可用可不用的,或暂时可停药的, 就不用,属必须用药,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谨慎安全用药, 娜娜已经怀孕13周,过了胎儿致肌高敏感期, 像这样B类的抗生素对胎儿影响不大, 比如青霉素,头包类抗菌热物,对胎儿和母亲都不会造成伤害, 你是因为感冒嗓子疼半咳嗽或者其他病菌, 引起的感染而使用青霉素的, 那倒是要积极原发的疾病,一定要控制体温, 孕妇的体温超过38.5度以上,就要引起重视, 因为胎儿宝宝怕热,一般抗生素用3-5天就可以了, 如果还是没有效果,也不需要继续用下去了, 可以做细菌培养,针对性合理应用抗生素, 同时注意不要轻易使用抗生素, 更不要滥用抗生素,笑两口渐渐放松了, 笑容又回到那青春亮丽的脸上, 阳光极了,那那书已经好多了, 不在书间回去都喝水,并喝点钟成养直接可以吗? 当然可以啊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 请不吝点赞哦!